张新义之前,袁红圈内的五位非文女曾对她虚寒温暖, 甜蜜合唱袁红现在应该算是娱乐圈中世愁可热的男演员, 自从与张新义结婚之后,两人就经常各种秀恩爱,十分的令人羡慕, 而近日,张新义也在网上公布了自己怀孕的消息, 甜蜜的二人世界马上就要变成幸福的三口之家了, 也是得到了很多粉丝的祝福,其实她出道也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, 袁红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毕业后参演了个人首播电视剧《天下无双》, 饰演少年康熙而正式出道,后来又相继出演了一些影视剧, 比如蒲公英夜半歌声,聊斋志义,少年娘家将,射雕英雄传,仙剑奇侠传三等等, 而真正让观众记住并且开始喜欢她,还是因为穿越剧步步精心的播出, 之后她的戏路就顺畅了很多,在娱乐圈的名气也是逐渐上升, 其实袁红除了和张新义的感情之外, 在圈内曾经还有过几位绯闻女友,首先就是演员许海换, 两人在合作《迷雾双龙》时传出绯闻,许海换成名要比袁红嫂很多, 她曾经因为出演像木像羽又像风,中的范立军一脚而受到关注, 后来又出演过刀客家族的女人,夜幕下的哈尔滨,经为填海等剧, 只不过后来许海换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,知名度也是满满下降, 现在已经很少街拍影视剧了,不过她和高圆圆, 佟丽娅都是闺蜜,所以最近经常晒出和她们的亲密照, 第二位是演员谢文轩,她曾经出演过温柔的慈悲, 锦绣原华丽冒险,和古装神话剧剑侠, 不过属于是配角,所以在娱乐圈的名气并不大, 她和袁红的绯闻被曝出, 只也曾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, 王洛丹曾经通过微博诱告袁红, 趁其为自己的女友,随后佟丽娅转发微博, 并戏称袁红为小叔子, 两人也曾传出过分绯闻, 不过后来证实只是因为关系很好, 刘诗诗和袁红的关系, 也一直都是网友八卦的话题, 早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, 刘诗诗试演的慕念慈和袁红, 试演的杨康这对情侣就已经深入人心, 后来他们又合作了《仙剑三合》步步惊心, 而且据说刘诗诗的荧幕初吻, 都是献给了袁红, 因此两人也曾被传过很长时间的飞闻, 不过随着四爷的出现这一切都被否认了, 袁红和江若林曾经合作《金国大将军》, 在剧组两人关系十分亲密, 并且袁红对江若林可谓是全天后续寒暖, 还是不时的玩点小游戏逗江若林开心, 这些都被剧组的工作人员看在眼底, 而且两人还经常在KTV甜蜜合唱, 十分暧昧, 不过后来在采访中被问了和袁红的关系,